云林线11号的疫情目前有三个人确诊 其中有两人是本土个案是六清厂的女员工 他们也是事有关系只是感染源不明 另外一人则是泰国籍的移工 县府也发现他12次确诊 早在今年2月在泰国确诊后隔离治疗 3月23号入境台湾 也担心现在疫情出现了重大变化 也大规模启动了快筛 10号针对了六清480人进行筛检 目前全数隐形 云林线确诊人数无缘再加零 11号确诊人数本土新增两例 一例境外移入 从本土两例是麦寮六清厂员工 48率女员工六月八号开始 陆续出现咳嗽发烧等症状 六月十后确诊染疫 同住室友遭狂烈裁剪 也跟着确诊 而境外移入是斗六师一名泰国急医工 同样也在六月八号出现症状 六月十后确诊 但县府一到发现 泰国医工遭在入境台湾前就曾染疫 他在二月七号确诊 就一治疗后 二月二十一号才应出院 三月二三号入境台湾 泰国医工二度确诊 县府担心他的肺炎根本没好过 疫情恐怕扩散出去 检查阴性以后后来他又会变成阳性 那他从他的检验报告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抗体是强阳性 所以就是可以确定 他其实研判他是境外移入的 六星厂员工出现确诊个案 县府启动大规模快塞 六月七号到十号再卖了六星 一共快塞八百三十六人 全数采婴 就怕一个不注意 疫情蔓延开来 县府除了启动快塞 房市移工宿舍 禁止移工跨区移动 短五年假期间也启动边境防疫 民众只要进到云林 就会收到简讯提醒注意防疫工作 借过这边云林 葬董